大中華幸福城發展商的降價通知 今天就是即時過來拍一輯 這個我們漂亮的降價紐幣 八千九元的價錢 直去 直去去到那個位置 再轉個彎右 左轉 其實就去到我們的沙田地鐵口的方向 這裡我們駕駛一部車 過去我們沙田地鐵口 只需要五分鐘車程到達 我們樓下都有巴士公交車站 可以接駁回到我們沙田地鐵口 給大家看看 這裡有個公交車站 其實這裡可以回到我們沙田地鐵口 其實就很方便 這邊都是我們的南向 其實就看出的視野就是無敵的 我比較喜歡就是這個大黃廳 這個跡才能做到這個大黃廳 這個梳化位在這裡 這個電視那裡 這個位置簡直是放回投影仪都OK 可以看到我們整個大黃廳 我們那個臨心板塊的一個城市夜景 包括遠處就是我們的北架山 晚上在這裡探杯咖啡 或者探杯紅酒 看出來這麼漂亮的夜景 其實真的很舒服 我剛剛應該看到不見了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大黃廳 我在這裡,我再次才會抱一下 只要操派說 請探杯茶 剛剛大黃廳 到這裡 只有兩次 遭櫃 我來自探 在這裡 去 一次 平衡 這次 比如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为介绍了Joe 昨天收到大中华幸福城发展商的降价通知 今天就是即时过来拍一支我们美丽的降价楼给大家看看 以前我们大中华幸福城 其实是卖13000的毛坯 12000-13000的毛坯价钱 现在呢,值程是多少呢? 低至8900元的价钱 而且呢,就是说 这个呢,我们可以做到我们的低首期 那来说呢 我们那个最小的湖形呢 都可以给到我们0.5成的首期就可以搞定了 那这个位置呢,其实来说呢,就非常的临心 重点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燕楼 好,而且呢 就是说这个我们的位置呢 是一个呢 很稀缺的一个福色产品来的 那在我们这个大亚湾呢 来说呢 那其实就算是唯一一个呢 有福色的一个燕楼的一个一手楼 那其实就是我们大中华幸福城 那我们大中华幸福城的区位来说呢 非常之有优势的 那我们呢 如果说去到深圳呢 那其实就是我们的右前方而已 那右前方那里呢 我们开车过去呢 只需要呢 5分钟的车程可以到到 那 那如果说是搭巴士呢 没问题的 那楼下呢 都有个巴士站 下面那里就是我们的巴士站了 那位置呢 就直接就有几个站 又可以回到去我们那个 沙田地跌口 那甚至呢 我们上去那家屋那里呢 可以看到我们沙田地跌口 是哪个方向的 那我们后面呢 就是我们德州城了 德州城呢 是一个非常之成熟的一个社区来的 那下面的商业呢 是非常之成熟的 包括呢 就是说我们保雷广场呢 我们这里走路过去 都是5分钟可以到到 就去到我们保雷广场那里了 那后面呢 那后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 大中华幸福城的一个 我们的商业 包括呢 前面这些楼呢 那其实都是我们那个 Logthu的一个产品来的 那后面呢 就是我们那个 就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 超高层产品 红色那些呢 就是我们 我们介绍的那个 複色的那些 降价单位 那包括这些呢 都会有部分的单位呢 都比较正少少的 那 那话不多说呢 我们直接去到 售楼部吧 再具体 大家讲讲这个呢 我们在卖的什么产品 和那个区位 好吗 现在出发 那来到我们这个大中华幸福城的 一个售楼柱 那跟大家大概讲讲 现在我们在售的动数 和虎翼 那其实呢 我们刚才呢 就会在这个位置 就正正是我们这个大中华 幸福城的一个 中族线入门口位置 那我们整个项目呢 那佔地呢 就成12.5万的平方米 那如果是 见面加上呢 都成50万的平方米 那比我们隔离的那个呢 就发展了十年那个呢 我们那个 德州城呢 就稍为规模小一点 但是这里的商业呢 和各方面呢 会比我们德州城呢 会更加高级 和那个 做出来的质素 会比较正一点 那我们呢 现在呢 就在这个位置的 售楼部中心 就是在这个位置 现时就是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旁边这个八栋呢 已经是 入住着一个 我们那个酒店呢 那叫做我们 錦江国际酒店 那是一个我们的升级酒店 那我们刚才看到 那个 吊臂呢 吊着那个 都是吊着这个 一个酒臂的一些空调机 那样的设备 那我们右手边这个呢 就是我们那个 就是十一栋 那这个呢 其实也是一个住宅单位 那包括呢 那看出来这边 那这条腿呢 那其实呢 就是我们八十七方的一个 壶形 它做到我们的大量 可以做到我们两房的 那旁边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南向 这个南向 97方的一个壶形 那下面呢 一圈呢 都是围绕着我们的一个商业 那整个商业呢 都会有 整个我们的2.5万的平方米 那有部分商间 已经是入住了的 那我们看到呢 有一个呢 首要有一个建设中的这个呢 那其实就是说我们一个 一个 一个甲级写字楼 那还有呢 就是说我们那个 酒店呢 都会在这边有的 那我们呢 现在主要在手呢 就是说我们那个 十一栋 那八十七 和我们九十六方 这两个会议 和呢就是说我们九栋 那这个超高层产品 那四十八层高 和呢 就是我们十二栋 那九栋 和十二栋 那这两栋 那主要呢 就是说我们呢 就是有个端头位的 这个这条腿 那就是说一百一十八方的 那中间呢 就是我们九十七方 那后边这个呢 就会有我们的 那个另外一个 那这个壶形呢 那这个壶形呢 就是一百二十五方 那同样都是最大的一个壶形 那这个就是分这几条腿 那总来说 那我们内缘呢 其实是分两个的 以这条中族线为界 那这边呢 那这边是一个 这边一节内缘 那这边又一节内缘 那这边呢 就是一个我们的中族线 那其实我们整个 内缘规模来讲 加上呢 都算是比较OK的 那而且呢 就我们的样板间呢 都是做法是十二栋 那一会上到这个十二栋 还有呢 我们十一栋呢 看看这几个壶形的格局是怎样 那和区位 都跟大家讲讲了 好吗 因为我们整个大中华 幸福城呢 其实就是非常之临心的 算是我们说 是临心第一梯队的一个 是个屋卷来的 因为呢 其实这个位置呢 我们开车 去到这里 我们讲的是 沙田地铁口呢 那其实呢 只需要呢 五分钟的车程去到 那其实呢 我们就在这个位置来的 正在我们龙沙一路的位置 那其实呢 我们在楼上都可以看到 地铁口的方向来的 那包括呢 我们楼下在这个位置呢 都会有我们巴士去接驳 我们去到我们地铁口的附近呢 那其实呢 如果说我们去到 即是说商业来说呢 那隔壁这个位置呢 有个我们的保雷广场 保雷广场就是这个位置的 那其实呢 如果去回呢 我们那个 曼达 那大家会熟悉一点点 大概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曼达广场 给大家拉拉个镜头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曼达就是这个位置的 那其实呢 这里过去我们曼达呢 都是十分钟左右的车程而已 那如果说我们呢 即是想 说真的 行得近一点点 那目前呢 可以去回我们保雷广场 大型一点点 包括呢 我们后期呢 自己这个呢 都会自打一个 2.5万平方的商业体 那如果去回街市呢 就去回我们这个 张浦市场 那其实呢 过去这里呢 那其实行路 都是那麽几大分钟 可以到道的了 那其实就很方便 那整个我们的区位来说 真的非常之临心的一个位置 那其实 那其实 就是标签是维州南站 那维阳站 过去我们这个 这个位置呢 大概的车程 就20分钟这样的车程 才到的 那如果说 铁车的情况下呢 那我们这个位置呢 下回到我们这个六尺大道 这样走回去呢 我们南平快速干线呢 那其实呢 就去回我们那个口岸呢 去到我们那个楼啊 或者去到我们那个 便堂啊 那其实都是50分钟左右的车程而已 那去到楼就稍微远一点 60分钟这样的车程啦 那区位来说是很棒的 那我们呢 就直接去回我们那个 就是示范单位啦 去看看里面的间隔是怎样啦 ok 现在出发 那么快来到我这个大中华行福城 一个最小的一个福色单位啦 那我们这个呢 就是这个87方的 那现在呢 我就在这个我们那个客厅里啦 那后边呢 就是我们这个开放式的厨房啦 那这里呢 做了一个这样的吧桌形式 其实真的挺正的 那如果有些 约上这些三五知己呢 那过来这里呢 那做些牛扒 或者海鲜啦 那大家在那儿坐着 探杯红酒 那看着看一看电视 或者看下YouTube 其实都挺好的 这种感觉 那我们呢 整个大中华行福城呢 那都是做回我们的福色产品 现在后期卖着的 那样子呢 就是我现在就在我们的十一栋这里 那现在看到呢 这个厅呢 如果加上这个我们的厨房的位置呢 其实空间感非常阔落的 那如果假设呢 你可以说做回那只呢 一个封了一面墙的那只呢 那那个厨房呢 就显得稍微会 焗促少少啦 如果这样去做回那个呢 开放式的厨房呢 那这样感觉呢 会ok的 那这里一楼的层高呢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 2米9的层高 因为它总层高就是我们的 5米8嘛 那一层就2米9 是吧 是吧 一个正常size的层高 那现时呢 我在这里 其中也不会觉得压益 是吧 那厅直吹阳台 那望正 外面呢 就是我们的德州城那里的 那我们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 入户门口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其实也是 算很阔落的 那外面那就是我们的 那个升降机位 那包括呢 这个门呢 其实都是我们的一个 日后的一个 交流标准的门来的 那但是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无区 所以啊 那现在呢 你所见到的那些装修呢 都是可以参照 这个这样的装修标准 那先看看我们的那个厨 厨厨 那下面一楼有一个厨厨 那这个呢 就是有点像酒店的感觉了 那我们走进来看看 那我们看回呢 就这里一排过呢 都是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洗手盆 那其实呢 就真的会比较像酒店的感觉 那这边呢 还会有一个我们的那个 马桶位 那马桶位呢 其实都算是阔落的 那包括呢 后面都会有做一个这样的 柱子 计算是Logger的櫃 那挺好的空间 那唯一不好呢 就是说这个位置呢 是没有一个名窗 那这个厕所没有一个名窗 但是这个大小来说 空间大小来说 都算是OK的 那因为呢 它就要入正面积的87方 那一楼呢 就没有做房的 这个呢 厨房我们给大家看看 这个大小 那冰箱位呢 都会可以放在这个位置的 这个位置可以放到 那都会有一排这样的 厨柜啦 那包括这边呢 一个这样的巴桌 那这里还有这样的空位置 那再走出来 这边呢 先是我们那个 啊 主楼台 那主楼台呢 我们走出去看看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那个主楼台 那若莫呢 这个楼台的一个平方数呢 都有差不多六个方左近 那这边呢 其实看出去呢 就是我们那个德州城 那外面就是我们的德州城了 那德州城呢 那个规模来说呢 就比我们这个大中话呢 会更加大一点点 那德州城呢 那整个我们的剑面都成七十万平方米的 那现在呢 就卖到六期啦 那从那边一路这样过来 那包括这一阶楼啦 那这阶楼都是我们那个呢 德邮城来的 德邮城呢 下面的商铺呢 就很旺的 基本上都开了 那我们呢 就是 当时和阿Yuki呢 都拍过啦 我们那个德邮城的那些商业啦 背套啦 那些街铺啦 那其实真的 没有一间是吉铺 那这边 那一点 那边 那那边呢 那其实呢 这儿我们见到呢 玻璃幕墙的位置呢 那就是我们比较有名的 那叫感寿一号 那那那呢 那高峰位的时候 去到成差不多 接近三万元的 那现在是多少钱呢 现在都是去到 五万八元左右 这样的价单 那而且呢 就是说 呃 它是一個大晶裝修,我們這個大中華就不是大晶裝修 但銀馬來講就差很遠 再遠一點就去到我們圍灣中心的位置 我們其實呢,對面那裏也會有 我們剛才講到一個樂興的購物廣場 其實都是屬於我們這個商業配套 我們走過去,其實德州城那裏也很近 這邊呢,走過去直去 現在直去到那個位置,再轉個彎右,左轉 其實就去到我們的沙田地鐵口的方向了 那這裏呢,我們駕駛一部車去沙田地鐵口 只需要5分鐘車程到達 那其實路程來講就非常之方便 包括我們樓下都有巴士公交車站 可以接駁回到我們那個沙田地鐵口 給大家看看,這裏有個公交車站 其實這裏呢,回到我們沙田地鐵口 那其實就很方便的 那包括,你說下面這些全部都做一些綠化帶 雖然呢,我們這些樓呢,是會近路邊一點點 但是呢,它下面都會有一個我們的碗充帶 包括呢,這個是我們大中華的一個廣場位置 這個位置就有一個水池,噴水池 那其實,你可能進去之後呢,你出到融台這裏呢 它會有一點點這個車流聲 但是呢,幸好呢,它送了我們的吉音玻璃給我們 我們進去之後呢,再關上這線窗之後呢 那其實幾乎是聽不到外面的車流聲的 那其實都是挺好的這個感覺 那這隻呢,就是我們送了我們雙層的玻璃來看 還有呢,這隻玻璃也是帶上我們的茶色的 那你就不會看到呢,就是會這麼光 那加上窗簾這樣的話,那其實就會 那其實就會,因為主要這個光線太足了 那所以呢,真的要一些茶色的玻璃 加上這個窗簾才可以說是擋擋光線 那包括呢,這個位置呢,就會有一個我們的樓梯 那這個,這個位置呢,就是我們可以後期呢 做一個類似的櫃,挺好的 挺好的,挺好的藝術氣色 那,我們隨著鏡頭再上去看看 上面的二樓的空間,是吧 那二樓呢,就是我們的房間來的 那,那你不要以為呢,這個是這個Lock Vu式的公寓來的 那其實呢,我們的屋契的產權呢 那其實都是屬於我們的那個住宅形式的 那,我們上來看看先 那,首先呢,你會看到呢 它不是圈了一個這樣的,這個 我們說的紅紙,圈著是什麼呢 那其實呢,就說明呢 這一塊呢,其實後面那裡 就不是說我們的膠樓標準來的 那其實就是一個我們的中空大廳來的 這個位置,那其實呢 如果你說後期呢,就這個位置 就要做回房間呢 你就需要後期自己再搭建 一個這樣的房間的尺寸出來 那這邊呢,就是一個超大的主人房 那包括這邊做回一個這樣一排的櫃 那櫃子那邊呢,都會有成兩線窗 兩線窗都有,那還有呢 都做了這個雙層的隔音玻璃來的 那茶的顏色都是做回這個茶子顏色的 那上面這個層高都有成兩米九的 都是一個正常尺寸的層高來的 那後邊這個呢,後邊這個 我們小型師後邊這個位置呢 那其實呢,都可以做回一個房間的 那可以做回一個這樣的一個 小房間啦,或者是 做回一個小書房這樣都OK 那做兩房是沒有問題的 那有沒有缺點呢 那就是沒有窗,這個房間 現在做回那裏 那裡面這個位置,走進去呢 你會見到呢,有一個我們那個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的主人房的廁所 那都有的,那這個尺寸大小呢 那其實呢,相對我們這個 一樓的感覺呢 那這個會更大一點 那同樣就是,我們說 缺點就是這個真的沒有窗了 但是呢,它大小是給你的 那如果假設這個職 做回一個這樣的小兩房 其實真的幾舒服,幾正 那包括呢,這個位置 這樣一個層高的 就是這樣鎖符的產品 那其實就很難得 那包括呢,兩層上去呢,都不會覺得 壓抑這樣的感覺 那這個呢,同樣都是一個我們那個 銀碼,包括我們的價單 都是最便宜的一個來的 那其實呢,只需要八千九塊 就可以買到這個這樣的單位 那以前呢,這樣的單位 都可以去到成 一萬一二左右 一萬一二左右 那就是昨天才降到價 那所以呢,這樣的價錢 這個單位呢,其實就會比較 抵賣一點點 那還有呢,這隻這樣的 我們87這個職 可以做到低首期 那最低可以給我們 0.5成的首庫呢 就可以買到這層這樣的單位了 那相對於 其他一些大職的來說 我們那個97 還有我們那個118 還有125 那些職來說呢 這些職的銀碼更小 上車更容易 那看回住人數多不多呢 如果住人數不多呢 那真的可以想回這個職 如果是說,那兩夫妻住的 剩下一個超大的一個 一房廳或者小兩房 其實就幾正啊,這個舒服 那這裡呢,如果按照這個銀碼來計呢 那假設呢,我們是87方 那乘以這個呢 八千九元這樣的價單 那其實就七十七萬左右 就可以買到這層這樣的單位了 那你如果說再加上那個 裝修的價錢呢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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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元一個平方 再加上八九萬元的一個 裝修的費用 那其實就可以 做到很帥仔了 非常帥仔了 那還有呢 這些這樣的單位呢 實用率呢 是超過一百的 百分百的 大概就去到了一百三十左右的實用率 那是 因為呢 它上面一層 那加上下哪一層呢 那上面一層 那是有 大概 有這個 這個實用率 去到六成左右 那六七成 那兩層加上 都去到一百幾 一百二 一百出頭到的 實用率 那是 那所以呢 其實就會非常之實用 那是 那其實就會比較划算買的 那 那這些這樣的單位 那這麼正的位置 那這麼低一個人馬 就可以找到 林森這麼漂亮的 一個我們的洗兩房 那人馬最低的了 那現在呢 我們再看看 其他幾個烏仪 那包括 97 還有那個118 還有我們125 那來到這個97方的烏仪 那其實呢 這個烏仪呢 都是算OK的 那它我們是做到三房的 這個烏仪呢 就是我們那個 中間位的烏仪 那你看到呢 一個超大的 一個我們的陽台 這個陽台呢 是比我們那個 118 包括呢 我們那個 87 還有呢 一個大大的一個露台 那這個呢 整個重心 整個2米6 一個重心的一個露台 那 那包括呢 這邊呢 都是我們的南鄉 那其實就看出的視野 就是無敵的 這個感覺 那包括呢 其實就是說 最不好呢 就是我們的可能中間位 就不是屬於我們那個 端頭位 因為端頭位呢 就是我們的118方 那還有呢 我們125方 這個職的而已 但是我比較喜歡呢 就是這個大橫廳 那這個職呢 才做到這樣的大橫廳的 那這個梳化位在這裡 那這個電視那裡 那其實呢 這個這樣子的位置 直接是放回頭影儀都ok的 因為呢 其實這個空間的 進心 這個橫度呢 其實比較大一點 那包括呢 後邊這個位置呢 都會做回我們的 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那你看到 一個這樣的巴桌 那其實後期 可以做回個中度都ok的 你看回你自己怎麼設計 那後邊這個呢 都是我們的廚房位 那這個廚房 我比較欣賞了 那它不大不小 相對來說 就是相得一張 這個感覺 那空間利用得比較ok的 那還有呢 它也是用回我們的那個明火的 包括後邊這個位置 都會有回我們的一個 這樣的採光窗 那後邊呢 我們入門口這個位置 都會有回我們的一個 廁所位了 那它就不大 那個臨浴格功能的 那但是呢 Size 大小來講 都算ok 還有呢 這個位置是有窗的 這個位置是有我們的採光窗 還有那個 抽氣線都是有的 那繼續我們看回二樓的空間 那這個位置呢 後期可以放回我們那個 儲物架的空間都ok的 那這個樓梯呢 就跟我們87的那個 又有一些不同了 它每一套單位的 揚板間呢 做的那個 示範單位的樓梯呢 都是做得不同的 那這個上面呢 都做了一層的一個 這個算是一個 廳位 那其實後期可以把這個位置 做一個房間沒有問題的 你只需要在這個位置 選擇一部場 那這裡進去就可以了 那因為呢 這個做回房間呢 那直接在這個位置 可以做回一個 我們那個大主套的房間都ok的 那這邊呢 因為呢 就會還有一個廁所 那這個廁所的大小 就非常之ok了 那其實真的有些 酒店的感覺了 那這個馬桶就在一邊 那這邊呢 我們洗一個盆 那包括呢 這個呢 還有我們的臨浴格 那樓梯的大小 又ok的 非常 就是這個算是 洛落的一個 大肥佬進去都沒有問題 那再 看回呢 這邊的採光面 又是算ok的 那這邊呢 就是說 我們那個夾住 這邊呢 那其實就會有少少局促 那因為呢 我們就是 主要是說 中間位 但是這個房間 是沒有問題的 那就是說 這個房間 那看出去呢 那同樣 外面呢 都有我們的一個露台 那 那大小 size 都是ok的 如果你不喜歡 這個可以拼出去 通過那個露台 都ok的 那還有這個位置 都會有我們的衣櫃 對 層高 都是舒服的 繼續看回我們那個 算是大房間 這個算是主人房 來的 大衣櫃 位 那三邊六場做到的 那出來呢 同樣 有個好像我們 一樓 那個大廳 那個我們那個 大露台 那這個位置 很闊 超闊 那放個搖搖椅 在那裡 看著這麼漂亮的 那些城市夜景 其實挺舒服的 不過這邊的 潮向都是一個 南向 這樣吹一些南風 進來其實挺正 挺舒服 那如果假設 你不需要這麼多房間 那其實你可以這樣的 那兩間房間 就會補助它 做一個超級大房間 就像我們 一樓的一個大廳 那樣的感覺 有ok的 沒有問題的 除了你怎樣去設計 因為它全部都是毛皮交付給你 那這些這樣的設計 就儘管交給設計 才要想就行了 你只要 將你的需求 告訴它就ok了 那這些這樣的職 都是我們那個 9800元這樣的價單 是吧 那看你就是 選擇什麼樓層 那其實呢 相對以前 就是13000左右 這樣的價單 這些這樣的職 其實真的會 抵買很多 相對來說 因為畢竟是一個 納符的產品 那其實就是 複色很難得 這樣我們 算是一個 惠州 大灣這邊 唯一一個複色的產品 而且是新樓 而且是現樓 ok 那我們呢 繼續看完那個 118方 還有那個 125方的烏仪 ok 來到這個 算是我們 大中華幸福城 一個最熱燒的烏仪 那其實呢 這個也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 明星的烏仪 那特別呢 這個露台呢 我非常之喜歡 那這個呢 重心呢 都成兩米五的 那麼 可以看到 遠處那個 北架山 還有一些藍天北雲 感覺其實真的挺正的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118方的烏仪 來的 那它可以做到我們的 四房 那這邊呢 看了出去呢 我們右手邊呢 就是看到我們深圳 那正前方呢 那因為呢 我們 樓比較高 那都在45樓那裡 可以看到呢 我們整個大雅灣 我們那個 臨心板塊的一個 城市夜景 那包括 遠處呢 就是我們的那個 北架山 都會看到我們的 這個 那這個位置呢 就是我們那個 就是剛才都有介紹過 87方那裡 時候說到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感受一號 豪西我們的 豪澤天花板下 那下面這一閘呢 就是我們的 紅色這一閘呢 都是我們的 大中華來的 那再前一點 就是我們的 二手 屋卷樓宇 那這個 露台呢 真是不能頂 那這邊呢 看出去呢 就是我們的深圳 晚上呢 在這裡 探杯咖啡 或者探杯紅酒呢 看出來這麼漂亮的 夜景啊 其實真的很舒服 那包括呢 下面呢 如果說晚上 亮燈了 那其實挺正的 那遠處呢 就是我們那個 沙田地鐵 就是這個方向 那我們呢 再看真一下這個 壺形 那這個後面呢 進去就是我們的 書房來的 那這個位置呢 這一節呢 的露台就稍微窄少少了 那洗耳機就 就在這裡 那我們再走進去 看看我們的廳先 那這個廳呢 那這個廳呢 雖然不是說 十分十分之闊落 但是也算是 比較溫馨大氣少少的 那包括這些層高 各方面的 做到吊頂都不會覺得壓抑 我們也做到吊頂的 那再 下到後面這個呢 就是我們那個 餐廳位 餐廳位呢 後面還會有一個 我們的餐廳櫃 那再往前少少呢 這個位置呢 其實就是我們入門口的 最左手邊 那是一個 我們的廁所 那其實就沒有那個 臨浴間的功能 那只能說 是說 洗一下手啊 上一下廁所 這樣的功能 那這邊呢 右手邊 就是我們的廚房了 那實話實說 這個廚房 真是一個偏小的尺寸來的 那它就是一個 L內型的設計 那 包括這個位置 有一個我們 放一個小型的 一個雙門雪� 它是放到的這個位置 總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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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偏小一點 那 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樓梯位了 那 可以參考一下 這樣的設計 這個房間 就是一個書房來的 那這個書房呢 出去呢 就是我們剛才說的那個 工作樓台 那 其實這個呢 可以做書房就行 或者做其他一些 例如喝茶室啊 或者做我們的睡房 或者長輩房都OK 那這邊是潮南的 那這邊是潮南的 那 光線各方面 不用擔心 很足夠 那上去看看 我們的二樓的空間 那 樓梯這樣做呢 其實就 都算寬落的 就是不會說算是 十分斜 那 左邊 右邊都有房間 那先看看我們的 入 上去看第一間房間 那這間房間呢 其實正正是我們剛才的 書房的樓上而已 那當然 那這邊的潮向都是南向 對嗎 那這樣其實呢 看出去的感覺 視野都是很開揚的 那大小來講呢 三邊落床 加上咪半床 那還有呢 都會有個衣櫃位 做到給你的 因為呢 其實上面就 空間呢 會比下面那裡 會大一點點 那我們再看看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主人房來的了 主人房 這個就誇張了 就OK了 整個咪八床都沒有問題了 做到三邊落床 包括這裡還有一個 我們說的 電視櫃位 還有這個位置 看出去的視野又不差 都是看到我們那個 包括遠處我們的龍江城 還有我們的錦繡一號 都在這個位置 這個是錦繡一號 再遠一點那個 就是我們的龍江城 是的 那邊也是深圳 也是平山的方向 我們再看看 裡面的空間大小 這裡一排過 做一個超大的衣櫃 再進去呢 就是我們的廁所 主人房的廁所 主櫃 唯一不好是什麼呢 就是它真的 它沒有這個名窗 這個位置 這個就沒有名窗的 靠我抽風 但是大小的尺寸來講 是OK的 OK 那我其實還有一間房間 因為這個位置 還有一個我們的過渡 包括這個位置 都會有我們的廁所 它就是 如果這樣算 都有成三個廁所 因為下面一樓 就沒有淋浴格功能 這個位置 都會有淋浴格功能 因為上面主要是一個睡眠區 再進去這個 就是我們那個 另外一個 算是說 贈送的房間 搭出來的形式 這個房間 就看出來 都是很舒服 很正 這個大小尺寸 這個可以做一個睡眠區 這邊做一個我們的 書桌 做一個我們的書房 都OK 所以這個房間大小 就不小的 最小的房間 所以應該算是說 我們樓下的那個書房 那個算是最小一點 這個職 同樣都是我們那個 9800元的價單 我們再拍攝 最大的職 125方的職 就在旁邊 我們都拍攝 那個職給大家看看 OK 來到我們這個最後一個 最大的烏仪 都是我們那個 125方的烏仪 其實都是一個 我們上下兩層的 因為我們大中華 全部都是做這個複式產品 入門口 你先看到 右手邊這裡 會有一個 我們那個開放式的廚房 對了 這個如果按著 125方這個 這個面積 就算是我們說 是一個建築面積也好 其實這個廚房的大小 真的是偏小 你看這個 真是一個 我們的爐座位 只有這麼大 而且 它是做開放式的 但是不要緊的 這個 只不過是 你參考一下設計 後期我們是毛皮交付 你可以盡情發揮你的想像空間 去做一些 多誇張的一個廚房 都沒有問題的 這個做了一個 我們的採光窗 包括這個 就是我們一個 直出式的黃廳 現在我們在一樓下 這邊一看出去 其實都可以看到 我們那個 深圳方向的 包括 就是這個 視野來講 都是很開揚的 你看出去 因為這個 照朝向就是朝向北向的 讓大家看看 對方這個朝向 是的 就是我們的 北位 就是北向 這邊就是正北 OK 這邊我們看看 我們 這個位置 拉一鏡去看看 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我們 屬於深圳 其實去深圳 其實就是幾百米的距離 其實就是 這個 我們的 櫃窗位 後期都可以利用 如果 各位觀眾 喜歡做那隻 跳空的 六米跳高的 一個大廳 沒有問題的 上面就可以 就是 不封閉那個 做完那個樓板 就OK了 我們再看看 其實這裡 門口 這裡位置 還藏在一間房間 這個位置還有一個房間 這個房間 就會 稍微小一點 還有這邊是 回到我們 德州城那裏 如果這個房間 放個米半床 都放到 沒問題的 因為其實沒有 這邊沒有說 有什麼 飄窗位在 這邊的樓底 高度來講 都算OK的 我們繼續看 那個 另外一個房間 這個還有一個房間 其實這個梯間 可以做回 我們放一些雜物 沒問題的 其實就 這種複式 有這個好處 這邊就是 它做不到三段式的分離 因為它就 這個 直接就是一個馬桶 加上這個 這個 林玉吉 其實根本都不需要 做林玉吉的功能 或者是 直接做回 這個 馬桶就行了 不做林玉區 不就更好 看你自己 後方怎麼設計 這邊就是另外一個房間 第二間房 我們這個職位是五房 這邊出去 還有一個小樓台 這邊出去還有一個小樓台 這個小樓台 後期可以放回一個洗衣機 這樣放在這個位置 其實 因為我們就是一個 我們的複式 一個 跳高的產品 包括後期 其實在這些 這樣的位置 加上一個 遮雨瓶 擋雨板 其實都幾好 沒問題的 可以參照對面 對面那個 這樣的裝修 對面都會在 中間位置 自己會加上一個 這樣的 鋒 這邊看出去 會更加真實一點 看出去 我們左邊就是深圳 右邊其實就是 我們那個 城杰一中心的位置 可以看到 我們那個 城杰一中心的一個 我們的寫字樓 是吧 OK 這是我們的淡水地標 包括這邊 遠一點點 看過去 那一閘樓 其實就是我們的 木雲左岸 隔離一點點 高一點點 那個位置 其實就是我們的 萬科萬月 其實地鐵口 就是這個位置 我們 我遠處指這個 有個 我們的藍藍地 那個 有吊臂的位置 其實就是我們的 沙田地鐵口 就是那麼近 其實這裡過去 真的開車 5分鐘到達 就是這樣的距離 現在45樓 看出來就是這樣的視野 就是完全一個城市夜景 來的 看回我們 大雅灣這樣的樓 包括這邊 右手邊 看回我們淡水 再遠處 可以看到我們的 山景 南偏北雲 其實就是 新的手 可以捉到 雲朵來的感覺 這些高層就是這樣 其實呢 我們 陽晚間在45樓 其實所有的複色 就是兩層 其實你可以理解成 這個就是45 加上46 這些兩層 是吧 那其實呢 相對來說 它就會更加之 好用 好嗎 然後呢 我就再上回 看回二樓的空間 那這個樓梯呢 後期呢 自己想說 怎樣做回不同的裝飾 都沒有問題的 看回你自己 怎樣設計而已 那上來之後呢 我們先看回 另外那個第三間房間 那這間房間呢 其實正正就 會在我們 應該說是廚房上面的位置 那這個位置呢 看出去呢 其實呢 就沒有什麼看的 會比較 焗促少少 擋少少 但是你正常這樣 擺張床啊 採光啊 那方面都ok的 那我們呢 再走出來呢 看回呢 就是說這個呢 首先它是做了三個廁所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 這樣的洗手盆 因為呢 後邊這個位置 它都有一個我們的 廁所位 那麼它把馬桶位 做到在這邊 那麼這個位置 是完全是做到 我們的乾室分離 因為呢 它直接 把洗手盆都搬出去了 那麼 這是主人房來的 主人房一會兒再看 先看這個第四間房 那這間房 都會小一點 那麼就 相對來說呢 你做一個書房 這樣可能比較合適 少少 但是你正常放床 放個米半床 都沒有問題的 那麼 那衣櫃呢 就可能要訂做了 那麼 看回你住人多不多 那麼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人房 那麼 主人房的空間 就夠大了 整個我們客廳 那個感覺這樣 那麼 包括呢 這個位置呢 都會做一個 我們可以做一個衣� 那麼後邊呢 就是我們一個 廁所的林浴格 那麼這個位置 夠大了 但是呢 就做不到浴缸 這裡 不過後期 你毛坯可以自己再設計 沒問題的 我覺得這種設計 也有點過時的 那麼這個位置呢 我們主人房 主人房呢 那麼北向 跟客廳 看出去的感覺 是一樣的 但是呢 上面呢 二樓看出去呢 又會更加開圓 對 這種感覺其實 視野來講呢 就是我們大亞灣來講 除了 除了我們那個 木馬湖 高層 才會有這樣的 超高層產品之外呢 其實呢 就得我們的大中華 幸福城才有的了 那麼 再 我們下去看看 是吧 那麼 因為呢 這一層呢 那麼其實 如果說你自己 不去 做回答件那個 房間 不用那麼多 那麼其實呢 你做回一個挑空的大廳 都OK的 但是就 個人覺得會少少的浪費 那麼其實呢 就包括這個 我們那個 廚房位 那麼其實後期 都會做回一些改動 可能會更加合理一些 那麼 那麼這個呢 就是我們125方 一個烏型 是的 那麼我們呢 就再下去花園講講 和大家做回一個 簡短的總結 好嗎 OK 那麼到來我們這個 大中華的幸福城 一個其中一個 來源 那麼其實呢 它就分兩節架 這邊一部分 那邊一部分 那麼全部呢 都會做到我們 真正的人車分流 那麼 就是我們大小來講 都算OK的 那麼 還有呢 這些來源的整潔度 都算可以了 那麼其實呢 就說我們這個大中華幸福城 其實都是交流 沒有多久 就是一個隱延樓的狀態 那部分呢 已經是說有裝修 入住了 那麼再說 我們大中華這個幸福城 一個管理處 管理費是多少 那麼其實呢 就是我們兩個六的 一個平方的一個管理費而已 那麼 那麼剛才呢 我們拍的呢 就是我們這個12棟 那麼其實就是這裡位置的 那麼就是我們的12棟 這個位置是我們的12棟 那麼其實呢 就是上 兩班間就設置在這裡了 那麼其他這些呢 就是我們的平層單位來的 那麼現在所賣的呢 烏型呢 全部都是複色 那麼其實複色來講呢 真的 做得英俊一點點 就會感覺幾舒服的 那麼特別呢 現在呢 你說價錢降了下來之後呢 那麼其實呢 相對來說 銀碼就更低了 還有那個 就是相對會更划算 那麼如果說 好像之前這樣 去到一萬二三元的毛皮 我覺得呢 就一般的了 那麼如果你說這裡呢 那麼九千多元這樣的毛皮 一個價錢呢 那麼其實值得可以衡量這個 因為呢 其實這個位置 主要是說臨心 去回我們保留廣場 那方面都會比較近一點點 那麼包括呢 說未來我們大中華幸福城這裡呢 它自大過這個2.5萬平方米的商業 後期呢就說 隨著我們入住率呢 慢慢變高之後呢 那麼後期那個呢 商家啦 那麼入住會更加多 那麼就算退了白眼部來講 這裡呢 它商業呢 它現在下面未全部開了都好 那麼我們對面 德州城的所有都是成熟的嘛 那麼對面的德州城的住戶數 都成五千幾戶的 那麼包括呢 我之前和Yuki呢 去拍過呢 下面的商業啦 那些街市啦 其實挺黃的啊 那麼再遠一點點呢 那麼再走過去呢 跟我們去到我們保留廣場呢 都是那摩 就是行路過去呢 五分鐘的距離而已 那麼如果說假設這個位置呢 去到我們的大雅灣 例如說去到曼辣廣場這裡呢 那麼其實我們開車呢 都是那摩十分鐘的一個車程 可以到達到我們曼辣廣場 但是呢 這個位置會更近我們那個呢 就是我們的沙田地跌口 過去五分鐘的車程就到達了 那麼樓下的巴士 也可以接駁到 也可以接駁到 那麼如果各位觀眾呢 是說想玩一些 比較高品質一點的一個 小區啦 還有那些虎形 想說要一些複式的產品的話 那麼其實呢 就是這個大中華幸福城呢 真是一個不義的選擇來的 因為呢 其他地方沒有做到 這麼複式的產品給你嘛 那這裡是有的嘛 那麼我們大中華呢 作為我們的深圳這個發展商 包括在我們羅湖關口附近 還有我們福田CBD 都有它的一個大型的 綜合商業體呢 那麼呢 我們這個 就是發展商的一個 這樣的實力 相對來說都OK 還有這個現樓狀態 那麼你想買哪一層 那麼直接去到 看哪一層就OK了 那麼我個人給一個推介 就是我們那個97和118 這些這樣的虎形 那麼其實會比較正少少 一然那個呢 總是講不是那麼實用 那麼如果說喜歡呢 再細積少少 那麼87的職都想一個 那麼就是說 住人多可以想回那個虎形 對了 那麼就是大中華幸福城 一個複式產品 其實我們所有的呢 最便宜的就是8,900塊 這樣的價單起步 那麼平均 其他的就是 去到我們的 9,500塊 9,800塊 這樣的價錢 對了 那麼你加上那個 裝修標準呢 你說算一千塊左右 一平方 都是加多十萬塊左右 這樣的裝修的錢 那麼我們公司 都會有自己的裝修團隊 可以幫你去 一對一去拆 這些這樣的 我們裝修的方案問題 好嗎 那麼這期呢 大中華幸福城 那麼我們分享到這裡 那麼我們下期再見 OK 拜拜